海南最不值得去的五个景点 门票两百六 只有一片浑水 啥也看不到 去过的游客直撑看了个寂寞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钢货的小熊 今天接着上一期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海南最不值得去的五个景点 有计划去海南的朋友 收藏起来 避免上当被坑 第一个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这个景点 在国内的知名都实在是太高了 不少人对于海南三亚其他景点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天涯海角这个景点却能脱口而出 可以说天涯海角是海南游游景点的象征 按你来说这么有名气的景区 怎么就成为了不值得去的景点 首先我觉得天涯海角是一个被炒得太神话的景点 怕不分去过这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去了后悔 不去遗憾 当你来到天涯海角这个景区以后 会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取了两块克勒字的石头 然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唯一能留恋的就是跟两块石头合个影 八十多块的门票 对比景区的看点 真心不推荐大家来 第二个亚洛达雨林文化游游区 亚洛达游游区是海南的一个网红景点 它位于海南省的宝天县 是一去五围级游游景区 这个景点创建于2008年 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 即雨林景观文化风情 休闲体验 健康养生于一体的休闲游游游区 其实这个景区被游客 吐槽的最多的就是自费项目了 亚洛达景区的门票是140 包含了里面一层观光车的费用 对于一个五围级雨游景区来说 这个价格也是能接受的 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 这个景区的自费项目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说你来到这里不自费吧 又没有什么可以玩可以看的 看见吧 这里面的自费项目又特别的多 而且价格也比较贵 感觉这个景点就是 一心为了榨干你的钱包 最关键吧 这些项目在别的地方都有 而且价格比这里还要便宜 所以这个景点呢 我个人并不推荐 如果你钱多 而且是冲着这些游玩项目而来的 那就当我没说 第三个 大小洞天游游区 大小洞天风景区 原名海天奇观景区 古城敖山大小洞天 位于海南三亚市区 景区至今拥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著名的道教文化风景区 这个景点我是前几年去过 现在早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拍照打卡景点 非常的受欢迎 近几年更是有不少新人来这里拍摄婚纱照 大小洞天景区的门票是九十块钱 但说实话 这个景点除了那几个网红拍照打卡点以外 再就是最出名的大小洞天景观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一个洞而已 很普通的一个景点 但就是这样一个景区 还是一个五维级景点 总之这个景点不推荐大家来 第四个亚龙湾海底世界 亚龙湾海底世界这个景点 一直以来争议不但 其中透筹的最多的就是门票柜 再就是景区的宣权严重夸大 与实际的景区严重不符 亚龙湾海底世界有很多种玩法 有远海潜水 精品潜水 海洋世界半潜观光等 门票价格也是从一百多到四百多 其中举打的海洋世界半潜观光的门票是两百六十块 一家三口人去玩一趟 关门票就差不多一千 让人感觉还是有点心痛的 但想着宣传头片上美丽的海底世界 咬咬牙也只好买门票 首先乘坐快艇来到一艘半潜游艇 上了游艇却发现 这里的海水并没有想象中的清澈 在透明的船舱里面 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 没有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 也没有种类繁多的鱼群和美丽的山符 眼前只有一片浑浊的海水和偶尔游过的鱼群 而这个所谓的海底世界只是景区为了吸引游客的宣传罢了 第五个 椰田古寨 估计去过海南的朋友 对椰田古寨这个景点都非常的熟悉 它位于临雪泥轴自治县 是一去苗轴和泥轴混聚的寨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泥轴苗轴风格的建筑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椰田古寨的门票只要十块钱 真然看上去非常的便宜 但实际上就是一去购物点 里面有各种购物店 特别是银器 当地人以苗银雪花银为噱头给你推荐 不少游客经不居诱惑 一时冲动就买了单 其实这里的银器和外面卖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价格却要比外面贵得多 所以大家来这个景点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别被忽悠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贵州雨游这坑的五个景区 58的门票只能看到荒山一片 不自费一百七的景郊 连景点都看不到 大家好 我是分享雨游干货的小熊 今天跟大家分享贵州雨游这坑的五个景点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好 第一个 樊晶山 说樊晶山这个景点很坑 估计不少人要跟我杠 其实樊晶山的景色说实话无可挑剔 非常的美丽原生态 遇过的人也是无不称赞 但是大部分去过这里的人对这里又是吐槽不淡 可以说是既爱又恨 由于樊晶山的上山道坡斗路窄 所以景区每天就限制了上山的人寿 这就导致这里的门票很紧张 所以来这个景点一定需要提前买好票 否则临时买票基本上都没有 再就是透潮比较多的 经常下山都需要排队 樊晶山的门票是一百块钱一个人 对于一个五位级的游景区来说 这个价格并不算贵 但是这里的门票仅仅只是门票 而景区的必销交通高达一百七十块 分别是三十的观光车 一百四的索道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我不消费不就完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景点的自费项目你不消费 连核心景点都到不了 第二个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瀑布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它是贵州的游游名片 也是去贵州游游必去的一个景点 黄果树瀑布是我国五位级游游景区 是世界著名的大瀑布之一 以水势浩大而著称 作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五位级游游景区 这里对外地游客却并不友好 比如说外地车只能停到景区外的天价停车场 而本地车却可以在景区内畅通无阻 这样的差异化让外地游客非常的不爽 再就是景区内的自费项目和小景点无比的坑人 比如在景区里面必须要乘坐里面的电瓶车 备用高达五十块钱一个人 还有景区强制要求购买保险十块钱一个人 像这样的自费项目比比皆是 而吐槽最多的就是景区周边的饭店 宰客现象非常的严重 总之黄火旭瀑布这个景点给人的印象就是管理非常的混乱 第三个西江江战户苗寨 西江江战户苗寨一直以来争议不但 大部分去过这里的人对这里的印象并不好 而贵州本地人对这个景点却称赞不但 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要一有人说这个景区的不好 就会有人一阵狂喷 我是前几年代谈去过这个景点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整个景区的商业化氛围非常的严重 没有一丝原生态苗寨的特色 但就是这样一个带着隆隆商业化氛围的苗寨 却还要收取九十块的门票 自驾车无法进入苗寨 只能停在景区外的停车上 而这里的停车费贵到离谱 这并不算完 进入景区后还必须自费二十块的观光车 反正从来到这个景区开始 各种消费不但 而且各种消费都不便宜 第四个前陵山 前陵山号称是前南第一山 是一区4A级旅游景区 如果这个景点是自由行的话 我不推荐大家去 但这几年旅行团却非常喜欢走这个景点 旅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景点的门票便宜 还能冲个数 我是代谈去过这个景点 整个景区给人的感觉就是设施不完善 而且还非常的破旧 景区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也趋向了偏差 没有好好在文化和地质方面做文章 而是建起了与景区格格不入的游乐场和小吃街等 而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再就是景区内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差 总之这个景区不推荐大家来 第五个 龙里大草原 龙里大草原估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 也有很多人会好奇 多山区的贵州怎么还会有草原 其实这里深蓝叫大草原 但整个景区却只有荒山野岭 空空荡荡的 和人们心中的草原相差巨大 其实这个景区是典型的宣传过猛 不少游客看到景区的宣传来到这里后 大肆守望 甚至有些游客来到这里后 直接掉头就走 我说的绝对一点都不夸张 龙里大草原的门票是58块 虽然价格不贵 但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矮门票进玉景区后 却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草原 只有几个蒙古包 和每个城市都有的游乐场 再就没有什么看点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型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